这是利用环保署空气品质资料 来做统计分析的办例 那这个部分先从叙述统计的部分开始 叙述统计的资料在课本图2-1的部分 已经告诉你在第二章到第四章 有图表的部分另外有统计量数的部分 所以在这边我们分成五个步骤 也就是你的五个学习单 第一个部分是去理解主题 确认问题跟选择变数 那么在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请你先复习第一章还有附入A的部分 熟悉一下投机的基本观念 还有一些基础的Excel的操作的步骤 那么我们分成几个步骤 先从阅读资料里面开始 从资料里面去找到重点在哪里 再来利用网络来搜集次级资料 筛选你要的变数 那资料来源是从环保水的网站下载 找到资料了以后确认我们要分析个问题 跟你找到的资料去互相做对应 来解释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 那么选择你适当的变数 当然里面变数的定义要先弄清楚 所以从学习单里面可以去引导你思考的方向 还有你的逻辑 那以学习单上面的一个例子来看 就是这个常常可以看到的新闻 前一阵子空污的部分 那或者是说在PM2.5的部分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 当你阅读完了这些这个报道以后 你从里面要看到哪些资讯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资讯来分析 这个所谓空气品质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例如在这个有限识别的部分 就是以台南市为例 那么空气品质指标有一个叫做AQI Air Quality Index 所谓的空气品质指数 那他会去计算一个数值 那如果空气品质好或不好 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些标准的等级 出现红汗或者是说字在标准 健康范围之内 连续如果好多天出现不好的等级 根据他的标准来讲的话 那就表示空气品质不好 或者是有一些除了Air Quality Index之外 还有一个所谓的PM2.5 细旋浮为例的指标 当细旋浮为例的指标 这个过高的时候也是表示它是不健康的 那在这边环保署它会有每天的监测 它会有分区不同的空气站 那所以它会依据在不同的监测站里面去收集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数据来做分析 所以从这个报道里面去找到你想关心的课题 然后再去选择我们里面到底想要用什么样的变数 来判断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从Google里面去筛选你的keywords 那例如我要讨论的空气品质 我就输入空气品质 下面就会有很多的网站出来 那现在在网路搜寻的部分不是很困难 但是你要去筛选出你要的资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为出来的资料会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里空气品质跟环保署里面有关系的 它有一个叫做空气品质监测网 那么你就可以点进去看看是不是有你要的东西 再来或者是我输入另外的关键字叫空气污染 那么它就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叫做空气污染 它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网路资料其实它的优势是很方便 很快速可以找到你的东西 而且里面非常的多元化 资料非常丰富 当你不晓得要怎么办 其实从网路开始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忙的这个帮手 可是网路也有它的缺点 例如当你不是很确定你这些里面内容是什么的时候 网路里面只有一些点的概念 也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报道 很多的网站 那但是你不晓得要怎么样去串联起来 它其实是缺乏整体的概念的架构的这个部分 那你一定得要花时间去做筛选 并不是每一次选 keywords 关键字输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其他都不看 或者是只看第一页的连结 再来就是你从网路里面有点的概念之后 你要自己去思考把线跟面 整整体的架构给建构出来 那么这时候投影片的部分就是来帮助你 或者是写重点的部分就是来帮助你整理你整个整体的架构的部分 所以以后在同学每一次练习的时候都用这样子的思考模式去试试看 那么网路既然只有点的资料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串成线跟面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去多看书还有多思考 那接下来有一些网路上的空屋的影片 这个在老师网页的部分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点写连结 那它会介绍空屋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先确认问题 如果在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要去复习你前面的章节 所以我们在确认问题的这个部分 我们常常讲一个问题一个变数 那现在来讲我们要去看空气品质的问题 那到底用什么东西来衡量空气品质 那像我们刚才前面的报道有一些像 如果我把空气品质的问题定义在在某一段时间内 每个地区的AQI或者是PM2.5 超过它所谓的健康标准的天数 这个如果越多的话就表示它的空气品质是越差的 所以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去找到几个变数 一个在一段期间内 如果我们的期间没有再设定的话 到底是哪一段期间 十年前还是一个月 那这个部分来讲一定在问题里面一定要界定清楚 再来我们是用AQI或在各地区来讲 就是台湾有22个县市别包含离岛的话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时候 我到底是分析哪个地区的 是台北的还是高雄的还是台中的 哪地区你也要界定清楚 而且每一个地区里面会有不同的侧站 所以你是从哪一个侧站得到的资料 也要告诉人家 那接下来就是我到底要选择AQI 或者是说PM2.5来表示空气品质的指标 再来有他们对应的健康标准 到底怎么样是健康或者是不健康 那这个部分来讲 这里就是我们找到要定义的四个变数 所以根据空气品质 我可以去讨论这些相关的这个部分 那首先来讲如果对应前面 这个持续的天数期间或者是它的变化 那么就是在这一段期间之内 看它的出现的这个不好的频率到底有多少 那再来就是地区别的话 我们可以用县市别或者是用监测站来看 因为每一个县市别的范围是很大的 所以在这个空气品质指标里面 它有分开告诉你哪个地方有放监测站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你到底是要选择AQI或者是PM2.5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时候 那也要做定义 那最后就是根据你选择的指标 去看它的健康标准应该要如何的定定 所以我现在选择的变数 我把它整理起来 这些都是跟我的空气品质是有关系的 那么资料来源的部分 我们就要来下载这个所谓的刺激资料 那空气品质是由环保署来这个负责的 所以这个我们先从环保署的网站进去来看 那么习惯上面来讲 因为每一次找资料 你可能下一次再找回来 再看的时候会忘记它的网址在哪里 或者是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找的 所以习惯上我们都会把这个网址放在这个页面里面 或者是你自己找的地方存起来 让你很快能够当你要回头去找东西的时候 会节省时间也会比较有效率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看它网页里面的内容 这边就有AQI的预报 然后有告诉你各个地区 它是良好或者是危害 它有不同的等级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点进去试试看里面 看看浏览一下里面网页有哪些资讯 或者是你去看刚才的Google 那个关键字里面会有一个叫做空气品质监测网 那这个部分来讲它左边也有选单右边有选单 那你就去找看看哪一个部分是你所需要的资讯 那这个部分里面会有一个空气品质预报的部分 当你点进去它就会告诉你全国的这个AQI空气品质指标里面 到底这个在不同的空气区 然后有什么样的指标等等 所以你从在这个里面它的网页资讯里面 你就可以去发现这里会有时间的资料 再来会有地区别或者是空气空气区 或者是监测站的资料 再来就是它分类的健康标准 这些的指标借在什么样之间 它是正常的还是危险的 在接下来你就要先了解 到底什么东西叫做AQI 或者是什么东西叫做细选符为例 所谓的PM2.5的值 那这时候网站里面通常都会有这个说明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点进去看 那在筛选变数里面来讲 我们通常会去找 例如先去看看资料下载的部分 那这边它就会告诉你第一步去选时间 那么我们这一次作业的部分 例如我们选择的是2017年的一整年 从1月到12月 再来你选择的项目 我现在是选空气品质测站的资料 那确认了以后你就可以点选下载 所以截取资料里面通常也是一样 你在整理Excel的部分 那么这个是原始资料 通常会保留在一个工作表里面 免得以后你在后面处理资料的时候 万一已经删掉了 或者是你做了修改改错了 那么你还有原始资料可以回来找 而不用重新再做一遍 同样的网址的部分也请你注明你的资料来源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在开一个 除了原始资料保留之外 我在开一个工作表 然后再来处理这个其他的资料 那么习惯上来讲 不要不开了很多的档案 而是放一个档案里面开很多的工作表 把相关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 让你找资料的时候才不会很辛苦 要到处再找你的档案又找不到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用筛选的部分 去看看在这里有限识别 乡镇市区测站的名称 它是属于哪一个空品区 所以整理整理之后 这里所有的全台湾的监测站 一共有76个 然后分别在北部的空品区就有25个 里面分别分在新北台北桃园基隆 然后你去看竹苗的空品区或者中部 等等以此类推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利用原始的资料 去做整理 去计算我所需要的资讯 所以在这里来讲 我有12345678个空品区 8个空品区里面我包含了22个县市别 所以在这里来讲 每一个县市别里面测站的这个个数 也不是完全的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档案 那请你记住 让别人有比较好的视觉效果 看你的档案不要这么辛苦 所以请你养好习惯 自行自体的大小 你都顺手去把它选择好 这样子你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才不会弄得非常混乱 然后自己可能也搞不清楚 那接下来的部分 就是空气品区的标准 那这边有这个污染物 这是PM2.5的标准 所以在这里来讲 它这个例如说细旋不为力的定义 它是逆境小于2.5微米的这个部分来讲 大家知道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东西是所谓的空气品质指标 AQI 所以在这里网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空气品质指标的这个定义来讲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例如在这个网站里面 如果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的专业 它都会有一些相关名字的这个定义或者是说明 专有名字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点进去空气品质指标 那么它就会告诉你里面有受氧成细旋不为力等等 或者是旋浮为力一氧化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氧 等等这些浓度的数值怎么去算出它的AQI的指标 所以你可以发现细旋浮为力虽然现在大家在讲 这个是空气品质指标里面的一部分 那它并不是代表全部的空气品质指标 所以在这里我就用这个AQI的指标来代替这个 来表示这个空来说明这个空气品质的好坏的部分 那所以在这里每一次这个做完以后 你都要先想想这个小节的部分总结的部分 在这一段里面它的重点是什么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先选择了变数 那这里的变数里面有所谓的空气品质指数 那健康的标准我分成六级 监测的时间我是选择2017年的日资料 所以基本上会有365天左右的资料 那么选择的地区 那么前面的这个本岛的空品区就给同学们来做练习 那示范的区域我就选择离岛 澎湖的马工有一个测载 金门的这个还有马祖的这个部分的分别的这三个测站作为示范的部分 所以这是当你在拿到资料或者是你想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先去找相关对应的资料或者是去选择它 从资料里面可以去找到你所需要的变数 用这些变数来解释你的问题 那接下来的部分在下一次 请你复习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附入A的部分 那么我们要来看这些刚刚讨论的变数里面 它的母体跟样本到底是什么 然后去下载你的次级资料 整理资料